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女主播送礼物 居然把自己也送进了牢房 聊天 唱歌 跳舞 这是大多数网络主播日常的表现形式 与此同时 直播窗口旁边会有一个实时互动的聊天窗口 聊天内容会以文字的形式在屏幕上滚动 因为喜欢网络女主播 只有21岁的周某两个月就花掉了20万 只要点点鼠标 钱就送给了网络女主播 花钱花得这么大方 看起来周某似乎是家底很英实 可是实际上打赏女主播的钱 是周某挪用的公款50万中的20万 目前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盛则警方刑事拘留 再来看下面这条微博 贝嫂维多利亚和老公贝克汉姆育有三子一女 维多利亚2011年生下爱女小妻哈珀后 外界就一直很关注她的肚皮动态 今年7月哈珀将满5岁了 贝嫂也要迈入高龄产妇的行列 贝嫂原本不打算再生了 不过她的闺蜜塔娜最近怀了第五胎 维多利亚受影响也决定再拼一胎 贝克汉姆开心的不得了 因为她本来就想再生一个小宝宝 网友表示小妻有三个男友力十足的哥哥和一个男神爸爸 如果下一个宝宝是女孩 小妻的公主地位是估计不保了 如果是个男孩的话 再来一个帅哥弟弟 小妻真的是太幸福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奉典微博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要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记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只要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好了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